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知道為什麼會用這台嗎? 不知道耶 他待會拉上去啊 我看到這個景象就很驚人 拉上去 而且慢慢離開我們了 這個地方叫做泰國蝦村 這個整片都是 所以一上一次可以聊聊 整個泰國蝦村 我知道說是不是道普多是 滿滿都是 我們這一集最要聊的是什麼 就是老東西新包裝 對 很多人在講老狗變不了新把戲 是 沒有那種事 是在人的 對不對 你也很會變新把戲的 我何時會變新把戲 我們每天都在變把戲 為什麼要回答你啊 我不知道 你是老狗嗎 董哥 你今天算是我們來這裡跟你採訪 另外我們 你躺一個洪水 你知道嗎 因為我以前在夏威夷跟他 對 有打架這個網子比賽 對 我輸他 所以今天我們兩個再來比賽一下 好 你也可以啊 好安靜 你看 它趴著就圓圓的 對啊 有嗎 沒有耶 有 有 它慢慢收 會不會收得慢它就少 有很多耶 運動雞 天冷喔 運動雞 它會比較硬也比較硬 運動雞 但這種蟹比較硬 喔 它會比較硬 還有爆彈的耶 你有看到嗎 有啊 有啊 蠻多的耶 這隻爆彈 這邊一隻爆彈 兩隻耶 這隻喔 對啊 好大耶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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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快撐 撐 這樣撐 這... 這... 沒那麼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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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甘孫才有那麼硬 好 來 2 甩 我身體要彎喔 1 2 3 漂亮 要什麼 搞不好有啊 對啊 應該沒有 他就... 他沒有啦 沒有啦 沒有啦 真的沒有耶 一隻都沒有 沒有 我來 你是一直先跑啊 跑啊 一個人一個背 人背 人背 我有一隻就贏你喔 你看一半隻都沒有 哇 連魚都沒有 對啊 好了 來 放棄 欸 哇 吃肉了耶 穿這部蜆蜆有沒有 對 一定有穿到穿五分鐘而已 很簡單啊 不簡單 真的不簡單嗎 不簡單啦 這個穿五分鐘 你穿五分鐘而已 你穿五分鐘而已 這...這個啦 不錯啦 刺激了 刺激 你再刺一次 你穿五分鐘 水就對了 你穿五分鐘喔 你不要再穿五分鐘喔 就在這裡耶 好 來 刺得好遠耶 真的 他就是要刺... 你要刺沒有嗎 刺沒有喔 對啊 不然我穿那一隻 喔 你開始穿了 他只要講高 好 好 要幫你叫車嗎 有 有時候開玩笑的 好 真的沒有耶 真的沒有 在這裡 在這裡 有嗎 哪裡 在這裡陷進來 你什麼時候偷放進去的 就是跳上去的 好 他既然都是 好 他對我趴到一隻了 他就不要離開這個 下界了 下界了 他離開現在對我們來說是損失 沒錯 對 我們也吃不到啊 嗯 我們確定一件事情 這裡面的蝦子一定不會吃 因為很肥 我們吃得到嗎 可以吃嗎 出在你吃啦 沒有 他現在說隨便我們吃 所以說有時候 讓人家先趴 我們再趴 他再趴也不見得是一個好吃 米乳直接下去就好 就這樣喔 都不用甜蜜蜜 米乳就好了 這樣嗎 都不用沾什麼蒜蜜 都不用 都不用 吃原味的我們的作價 他們有時候在蝦子裡 方便就好了 那就是卡斯爐帶的米乳 因為我們在蝦子裡 都連米乳 米乳六斤就好了 誰說到那裡會連米乳 我這根肉啊 你說的 我講得好像一附的這種 去抓蝦子 一定要有米乳 米乳那種 不會的 解渴啊 對啊 一般你們蝦子都連這塊 台北 台中 有幾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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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在市場你還買不到 太多蝦子 市場要下降 我們南部才有 為什麼在北市場上 不然我們蝦子有 電膠的跟軟膠的 我們電膠的才能上市場 去釣蝦場 那種蝦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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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種蝦場的蝦場 那種不可以上車 比NGA 我們外來流下去 我們社區就來 他添加做野褲產品 對 野褲產品 對 那種蝦蝦 好 南部的NGA 還是蝦蝦 老人家自己 我們來吃 補給你做 這個比麵 對啊 我今天還學到了 新花樣 新花樣 是 你知道你這個動軟 你這個筋性比較有的 就不錯 有點像麵 可是它如果可以再細一點 然後它的韌性再多一點 你知道那個北海捲的像是嗎 對 那種蝦蝦 你炒麵 好 你這個不懂蝦蝦還是蝦蝦 看起來像蝦蝦蝦 也蠻像麵條 對啊 蠻耐服的 對啊 差不多 差不多 這樣就要來吃一下 真的嗎 要說稍微炸嗎 也不用 好 河跟湯留給我 湯也要 湯也要 湯好 你怎麼想要吃泰國蝦 我們早上都是炒鹹蝦 農村一直演變 現在炒鹹蝦 現在我炒鹹蝦 是什麼人決定要炒泰國蝦 我沒辦法 這樣嗎 我正第一次來 那時候爸爸在進入時想炒泰國蝦 那時候就是有人在炒 炒到我們不錯 不錯 現在大家三四個四個都要稍微炒 來炒看看 我們來炒 然後都不錯 好炒喔 好炒喔 好炒 現在放五萬塊 對 都差不多十四個 你吃一盞 會那麼多 不錯 現在來炒鹹蝦會燙燙燙 對 所以我們蒸的 咖啡蝦都要炒 我們來炒鹹蝦也比較輕鬆 但是現在日常不太好 開始了 我們在去年到今年 我們有想到那個什麼 炒不大的蝦 早熟鎮 天氣嗎 天氣也有煩蝦 還是我們的蝦 現在要來做改良 要來去酸種 你如果不做酸種就對了 因為蝦子算不一樣 炒不開 所以說炒鹹也很辛苦 要炒六個月 現在要炒六個月 那時候呢 以前呢 以前的三個半月 差很多 差一半 對 這樣進來有進青交配 當中就對了 它就炒不開 所以這基因改變了是不是 也沒有基因改變 雖然我們蝦 像平靜的蝦子 蝦子要炒鹹蝦 多很多 有的內套 我們就可以收集這些內套 好 那我現在用它這個 啤酒蝦延伸 我們來做一個蝦麵 用您這個 好 我試試看 因為我不知道 所以剛剛應該別看一下 好像煸蝦油 對啊 就是大家就不要 這台 就可以煸蝦油 可以煉湯 好 這邊 這邊 蝦油 蝦皮手湯 是蝦湯 好 好 現在這個湯也好 嗯 這裡蝦湯 好 現在把它放回來 蒜頭進來 現在把蒜煸香 好 一點點點 好 現在就給它 焦焦 蒜頭味來炒 好吃 它是蝦油 比較香 它已經可以直接一個 麵下去 然後當你的醬汁淋在上面 嗯 那是一種 好 我們今天又要做另外一種 這個 哇 蒜頭香啊 加上去看 有跟它擦明 這個就剝了齁 對 嗯 好濃喔 滿滿的蝦味 這個就這樣油 就可以變成這樣 這樣麵下去 還不太像麵 嗯 又再煮一下 它很厚 這樣很好煮 哦 不要這樣煮 不要 不要就烘滾了 烘也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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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特別了吧 蒜香 泰國蝦條 蝦條麵 嗯 泰國蝦條麵 最後 蝦油 會比較香 就是多一個運用啊 那你試試看 可以再軟一點 再好 嗯 這樣多好呢 好吃 對的呢 對啊 我們也沒加什麼啊 我們就加了蒜頭啊 哇 它的蝦條西滿汁 都是軟脆軟的 對啊 對啊 蝦條本身有味道夠 好吃耶 而且很多蝦的味道 更濃郁 嗯 它比麵好的地方是奶麵 它本身就有味道 因為我第一次在泰國 看它用鱈魚香下去炒麵的時候 整個崩潰 想說這怎麼會好吃 也是我嚇一跳說 喔 原來這樣子的東西是可以跟主食做結合的 水路雙熊的比賽啊 這邊是水 就是我負責的地方 然後我跟你說 這路人家不得了啊 嗯 它養了這個東西有多大呢 養什麼 喔 飛上去你就知道 上 我不要這樣 有沒有看到 有沒有看到 汁很大 擠假地的耶 大到用空拍機才知道它有多大 因為你肉也是看不到的啊 它在水裡面啊 是不是 你要小心 因為你要輔助我 嗯 去抓這個東西 抓什麼 它會夾人 怎麼聽起來都好 我來了 你是不是影樂有看到什麼 你現在又沒有了 你在影樂有看到對不對 有 千萬不要以為這是釣蝦場 它不是釣蝦場 對 這是養蝦的地方 好不好 這一次啊 我抽到這個食材 對我來說啊 是如虎天翼啊 我是愛吃蝦 但是... 是不是 但不重要 來 這位很驕傲的朋友 很少人把驕傲寫在自己身上 我屏東我驕傲 在台灣 養這個所謂的泰國蝦 多不多 很多啊 我們屏東離港高速 鹽補這邊站了 圈牠的八成這樣 來 你來看它 來 剛剛那個那麼深裡面 是不是也有泰國蝦 對啊 那為什麼這邊變這麼淺 因為姐姐 你們要下去撈啊 我們要下去撈 對啊 我第一次遇到社房子 這麼直接的邀約這樣 在外面你們都有幾甲在養蝦 我有十隻養 十幾甲 那為什麼十幾甲的蝦子 沒在那邊撈 為什麼要在這邊撈 我們這邊有SPA 我們這是SPA廠 SPA廠 什麼意思 因為我們泰國蝦它是淡水的 然後我們進來這個廠之後 我們用海水 然後促進它的消化 它不會減食嗎 這就是技術啊 我懂了 難怪我驕傲 驕傲 對 所以它外面是淡水 因為我們知道泰國蝦是淡水蝦 對不對 但在這邊變成是海水 對啊 然後讓它... 不是純海水 是半淡海水 有 就有點像那個羊 那個虱目魚一樣 對 土砂 我們不是土砂 我們這個要不要排泄 那個長泥 那些 好像我在吃泰國蝦 很少吃到長泥 它會在頭 但我就吸得很認真 我現在以為把營養都吸進去了 把飼料也吸進去了 飼料也吸進去了 那就是你吃泰國蝦什麼吃 你先把殼搬開來 它就會有... 它就會有一... 它就是有一塊像黃的東西 那是蝦... 那是紅頭 那就是把紅頭吃掉就好了 是這樣吧 有... 你有沒有吃到糕嗎 可是你不是說那個 髒東西在前面 我就不會 難怪 他驕傲 對不對 來,下去 我把它... 就什麼... 要不是有雨鞋還是什麼 有雨鞋怕什麼 我雨鞋呢 忘記帶了 他有忘記帶這件事情 對啊 等一下 等一下 你也沒有啊 對啊 我通常沒在穿的 你沒有在穿 是我就忘記帶妳的了 我忘記帶妳的 所以有帶我的 有 那就好啦 那就下去了 你不要這樣想 他剛剛說要幫我拿雨鞋 他後來的時候沒有 他說有帶妳的 他帶穿也是沒有 對不對 來,我下 我就下 這個我跟你說 做節目就是這樣的 故意穿載管的褲子 然後呢 然後為什麼你有雨鞋在手上 是不是他長得太漂亮了 還是要給他穿一下雨鞋 他長得太漂亮 他穿雨鞋 我就長得怎麼樣 沒有 我真的不合理 我這邊自己下去 你要說到一個驕傲的形象 我懂 來 你還有一件這個可以給我穿嗎 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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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關係 我就要在心裡 來,下去 好 來 他真的沒有穿雨鞋 他不會咬人嗎 會 他真的會咬 他會咬人 真的嗎 你拍他的腳 他在幹嘛 他在喇蝦子耶 他們會跑 他們會跑 他們會跑是不是 你是要扶我是不是 對啊,我怕你直接想 扶右 腳這樣弄 我從剛剛進來到這邊 我都一直被人家瞧不起 等一下 為什麼 他有熟的蝦子 他就是 因為我們炸到三天 所以他有最後光亮 掛掉就熟了 好了 他就變紅了 很好 我現在請教一件事情 我最近把鞋脫了 我進來裡面 我不會只是在泡腳而已 我要做什麼 我要撈蝦 撈蝦是不是 他咬你了嗎 他咬了哦 差... 好 他就是偶爾會給你夾一下這樣 要裝哪裡 那裡嗎 裝這裡嗎 沒有 釣蝦我是釣了很多次 這樣撈蝦我倒是第一次 他很過癮耶 而且又是... 而且又是赤腳 該你 該我 從裡面撈出來 好 要快 為什麼 其實滿多的 對 這隻好大隻哦 這隻公子 公子比較大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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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熬得比較大 而且它顏色不一樣 我在馬來西亞就是被這種咬 咬 咬了 這次有試驗給你這個問題 沒有 好可惜 我覺得你們蝦子很漂亮 每一隻都肥肥的耶 好美哦 你看我們的頭 就很乾淨 你看 它的色裡面都沒有長什麼 那雜質是長怎樣 雜質就會有點黑黑的啊 它這個綠色就擦了一隻在腦 腦 它的內臟 就紅頭了 紅頭就是它還沒有爆蛋前 它的基礎 好 總而言之 我驕傲 是把原本淡水的泰國蝦 從養殖池裡移到SPA之後 加入海水 除了淨化泰國蝦的身體 也讓本身蝦頭裡充滿雜質 不可以吃的蝦膏 變成了不帶泥 不帶髒的東西 另外一方面 也因為三天SPA不餵食的過程 自然就淘汰了 體質虛弱的泰國蝦 如此才能夠保證 這裡出去的每一隻蝦 都是頭好壯壯 好棒棒 你以為我驕傲還在嗎 這一位 我驕傲請進來 你們兩個是雙胞胎 雙胞胎 但是不像 一個是偷抱的 偷抱的 偷抱太巧了吧 因為他們餐廳裡面 有一個很重要的鑰匙 必須兩個人要有一個人在那邊 好 我就要去忙 所以妳今天要為我們示範兩道菜對不對 對 我們最經典的兩道菜 我們要做什麼 第一道菜要做九丈鹽焗蝦 九丈鹽焗蝦 對 它是最普遍的版的菜 真的喔 然後首先就是 開火 然後把這個鹽 就是最普通的粗鹽 粗鹽 把它倒進去 好 然後再把蝦子把它擺進來 剛剛補起來的蝦子 稍微冰鎮過而已 還有冰嗎 為什麼 讓它遲緩一點 要不要讓它跳 好 這樣我們就可以把它 蓋起來了 好 就這樣 非常簡單 有人可以告訴我一件事情吧 這叫料理嗎 我有點安心了 我們就是 主部級 家庭主部級都可以做料理 讓我理解一件事情 我剛剛看妳很慎重的 把鹽放進去之後 手抹完之後再把它放進去 對 開火 蓋子 結束 對 但是既然它現在要去示範 就不是只有這樣子而已 這一道想必一定很難 這道也是簡單的 很厲害就可以做好了 這個告訴我們一件事情 你知道嗎 很快就可以做蝦好 對 很新鮮 這是先放一點蒜碎在上面 然後再放一點洋蔥 然後再擺蝦子上去 跟剛剛頭部的狀態 妳說這道菜叫蛤蜊 九真蛤蜊 九真蛤蜊蝦 所以這道菜一定很好吃 又有蛤蜊又有蝦 這是甜甜的 又有洋蔥 又有蒜頭 那邊是九神塔跟辣椒 對 還有蟲 那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 就是干貝粉 不要加了 不要加好 夠好了 妳的蛤蜊都這麼鮮了 然後這個又這麼鮮了 好不好 答應我 好 可以 好不好 答應我 我其實很少求人家的人 但因為我說真的 食材這麼好 怕什麼 好 我們這可以把它擺好一點 然後放口蒜下去 然後再加一點高湯 水過高湯會水 然後慢慢降 趕快降起來 是不是 對 慢慢降 好 這個現在差不多 看起來還需要大概三分鐘左右 對不對 三分鐘後我們就回來 好 太好了 現在它已經差不多了 對不對 讓我幫你把蓋子打開 好 我感謝你 這是我們自己釀進去的 很香耶 好 這樣就完成了 再蓋起來是不是 讓它燜一下 大概一分鐘 好 這樣就可以了 然後你再打開就會聞到一股很濃的 香氣 好香濕 來 開始 對 要特寫 要特寫嗎 特寫啊 直接特寫嗎 你不知道食物不等人嗎 我不是你 我們就夾這邊 你就拍這一段 好不好 對 食物不等人的沒辦法 也不是說那個對不對 你看裡面都是乾淨的有沒有 它不會黑黑或綠綠的 就是標榜我們海水之霸的特寫 說吃蝦會過敏的 來吃我們這蝦子都不會 就不要亂講話好不好 會過敏它就是會過敏 沒有 你到底吃吃人的過敏一點 我麻煩大了 現在要講你的兩種過敏 一個是對甲殼素過敏 所以本身就是這個甲殼 對 那個吃的就是沒辦法 來 還有一種呢 它就是對裡面這個殘留的抗生素 它是藥物 你這個講的就是有道理的 或是不新鮮才會過敏 因為我們這是絕對新鮮 又沒有加...又無毒 它講得很對 抗生素 抗生素 很多時候很多人吃蝦子都會認為說 我沒有辦法吃甲殼類 其實很多時候是 它第一個它不新鮮 那不用話 不用講 新鮮一定不好 但新鮮你還會的話 有的時候是因為裡面 它的抗生素上的過敏 對 抗生素 來 一個飽嘴的泰國蝦 永遠是讓人家覺得心情愉快 泰國蝦的特色說真的 它就是肉很Q 盡可能人家要吃之前 先讓觀眾看一看再吃 你現在吃完是什麼意思 我要拿第二隻了 心平氣和 好不好 吃給大家看 它加的原汁原味很明顯 其實說真的 你放的這些 所謂的這些漢方 就真的它的風味 但沒有搶焦 對 它最享受的地方 是它鼻子的香氣 好吃 可以 超鮮甜的 其實說真的 這樣就很好吃了 對不對 我還是要加一個 但是你還是要加你該加的東西 好 來 首先先加一點香油 是 讓它有點香油的那種香氣 然後再加點鹽 糖 然後加點辣椒 然後再加點蔥段 然後再加點辣椒 就是稍微甜 然後最後加一點九成湯 好 然後再稍微燜個十秒鐘 十秒了 好 下去了 對 這是來行 從頭開始吃 頭就是最營養的地方 最主要是你們蝦子乾淨 我不用怕吃 這兩道菜 真的它可以說它是無腦料理 其實蝦的本質就好 今天要煮的是油燜泰國蝦 所以說我現在裡面已經放了 蔥薑蒜進來了 裡面還有香油 沙拉油還有豬油 那我陸續會怎麼樣 我會把辣椒 真拚放進來 我辣椒已經稍微煮了一下 因為如果說是乾辣椒放進來 你還沒有讓它的味道出來 辣椒就焦了 所以要花一點時間把它煮出來 然後這邊 我有準備的這些所謂的調味料 有 乾草 月桂葉 綠豆蔻 小茴香 紅棗 八角 丁香 桂皮 還有花椒 炒果 一口氣全部把它往裡面 除了紅棗之外 這個時候就可以增加油的香味 這邊我會繼續炒 把辣椒的味道炒出來 把薑跟蒜這些都弄進來之後 就陸續再把辣椒放進來 炒到它香味 這一道料理它本來裡面 就有那麼多的香料 其實它比較厲害的是 它有一個東西叫十三香 十三香 但是因為我剛剛只用了十一香 因為另外的兩香 我不知道是哪兩香 是 對 這是祕密嗎 對 應該說它這邊有一個 類似像台灣的五香粉一樣 每個地方 每個地方不同 那我有我的想法 對 好 這邊我再把紅棗放進去 還有一點藍椒粉 然後豆瓣醬 有沒有 現在呈現就是紅油的狀態 鹽跟湯 可是它簡單的方式是 因為它是油泡的 所以你可以把牛蛙先放進去 牛蛙就是雞肉一樣可以放進去 它比較需要花時間 然後這個油 你先聞一下它的香味 香 對 這個當然比較簡易 如果說是做麻辣酥的話 更怕熟 對 蝦 請你拌 那蝦的部分 我剛剛請他們幫我把這一節拿掉 第一 身體這樣 這樣比較容易入味 而且熟 不要容易熟 它經過油去脆裂這個泰國蝦 香醉它的香氣也焦 好 接下來要血液的變性 就在下面就焦了情況之下 吹一輪 好 來 蔥撒進來 天啊 大方的往裡面亂撒 超級大方的 這很爽一件事 好 好 我們今天的油燜大蝦 對 是油燜雙味 或是油燜雙鮮 好 接下來吃它了 隨便找一個泡在湯裡面 好 泡在溫泉汁裡面 蔡姐好 來 這個來 好開心 如何 如何 好吃 我真的不吃到 你開始覺得很好吃 有一個煙燻味 對不對 太進去 就這樣子 這很爽水 爽水 再吃一次 吃吃吃吃 很烘烘的 美的 整個好像鹹肉兩邊 最營養的就在這邊了 真的齁 這個是我們今天在屏東這邊 把屏東一些好的食材湊在一起 然後不管是水的 他們家是負著水的 水度 水度兩性 然後 剛剛在煮的時候 還有很很緊張 跟我說沒有熟 對不對 但是其實泰國家 剛剛好熟的時候 那個脆肚子真的很喜歡 那個很Q 很Q 對 肚子餓了嗎 記得按一下訂閱 開啟小鈴鐺 持續鎖定 再無視的速度料理 吃飯囉